那有桃花不忘的嗎 有啊 就是來插花的有沒有 來插花的 生命中的過客的話呢 第一個呢 看眉毛的部分喔 我們講眉毛呢 就是膠有功 有些人的女人 她的眉骨比較突出 眉鱗骨啦 比較突出 男生突出可以喔 但女生就不適合 我很突出啊 你很突出 我也蠻突出的 眉鱗骨是哪裡 這裡喔 這一排喔 上面這一排喔 眉毛上面這一排喔 通常男生眉骨突出 比較好看 自己講 自己講 女生如果眉骨突出的話呢 個性會比較強 講話呢 比較不會讓別人 她就是一定要 什麼事情要爭到贏 因為她不想要被誤會 不想要被人家曲解 所以她就會距離力爭 有沒有 要男相處一點喔 個性比較強啦 也不能說男相處 她就是有她自己的原則 有的男人 都聽她的啊 你可能就沒辦法 要比較沒原則才有桃花 例如說假設家裡有這種媳婦有沒有 她可能會跟婆婆吵架 為什麼呢 因為她就會覺得說 哎呀 你這個老勾伴 你想很多東西有沒有 不符合時宜 但是呢 如果像這樣太強的話 就有自己的想法 很危險喔 好 第二個就是 鼻梁比較突起 鼻梁這個地方 多一塊骨頭 有個骨頭 這會突起來喔 我有一點耶 那要阻解筆 有 你有 對 這樣的女生呢 她其實就會比較扮演的是 女強人的角色 她會覺得說 為什麼男生可以做 女人不能做 重男輕女這件事情 像這種女生呢 就會很氣 個性也會相對很強 沒辦法當小女人啦 好 那第三個呢就是 皮膚比較乾 而且呢 一曬太陽 一黑就黑三年 哇 真的嗎 真的嗎 這個男生也是嗎 男生也算 男生屬陽 女生屬嬰 我屬馬 不是 女生屬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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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對 所以這一個來講的話呢 如果女生皮膚比較乾 然後一曬就 曬很黑的話呢 代表什麼 她比較沒有貴氣 比較牢怒密一點 對 其實小玉的皮膚很好 對 她皮膚超好 超滑 我從以前認識妳 就覺得說 哇 妳皮膚很皮 有什麼用 對不對 有啊 妳現在有一個愛妳的男人 會啦 好啦 但是我覺得有些 講桃花這件事情喔 桃花有分嘛 正圓跟偏的 對 那例如說 其實妳不一定缺桃花 我沒有缺 例如說妳的朋友很多啊 或是來靠近妳的也很多啊 但是正圓就是不定 對 所以這種 我們講這種 單講桃花這件事情 如果妳的皮膚 一曬黑三年的 可能是連靠近妳的機會都沒有 對 那叫什麼 絕緣體的嘛 好 那第四個呢 下巴比較短或內複的 我比較短 但我還好沒有內複 我是出來的 對 如果下巴比較短比較內複的話呢 代表說呢 這個桃花的根 比較容易 不容易種好 不容易紮殼 保存期間只有一年 對 然後也比較 就像剛剛講的嘛 妳到後面就覺得 好像有點麻煩 類似這樣 如果這樣幾年都知道這樣不好 那總是要有化解的方法 沒辦法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 十二生肖 妳的桃花在哪邊 哪個方位 那妳可以往這個方位呢 去拜月老 例如說 生肖屬虎 馬 狗的朋友 桃花在東方喔 日出東方 所以妳在房間的東方呢 可以放剛剛講的百合花 百合花呢 是求人際關係的 代表百事好合 如果你真的很缺的 桃花不開的 放那個玫瑰花 妳說什麼拜月老 是往東方的那家月老廟嗎 對 往妳家 那個方向 出去的東邊 去找月老廟 紫南征的直東的方向 然後呢 生肖如果屬兔 羊 豬 就在北方 所以這三個生肖呢 北方其實也可以放一盆水 例如說妳在擦花的話 要用水去擦 因為我們講泛水桃花嘛 有水就有宅 有水就有花 所以呢 這三個在北方 然後呢 老鼠 龍 還有猴子呢 在西方 所以我要在西方 對 妳要在西方 所以可以只放一盆水 如果有花更好 妳放水是招財 但是如果妳有花的話 就可以招 或者妳可以放一盆佛金 我放佛金幹嘛 西方取金 老公要放佛金 那個盆是要高的 還是平的就可以了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如果把玫瑰剪 就是剪 一朵一朵這樣 浮在上面這樣 可以 補充一下 我們講玫瑰豆腐對吧 對 其實呢 如果妳真的爛桃花很多的話 妳真的可以在桃花位 放一本金剛筋 霧霧 把壞的 那個霧是哪補掉 對 妳可以在桃花 反正可以放個金剛筋 或者妳可以改成仙人掌 放仙人掌 那仙人掌呢 多露植物就好了 不要那種真的很尖的 有些人就是吸黑體質嘛 專門就是吸爛桃花的 對 那妳就可以這樣用 但是例如說妳的老公 妳老公如果是說 頭髮很翁的 然後妳很擔心她 那妳就放這種仙人掌 但是妳不要放太刺的啦 妳把桃花全部斬掉 也不好 會影響她 等一下 那要放她的生肖 還是我的生肖 但是她的啊 妳老公 老師 老師那我如果想找一個 有錢的老公 我是不是要在那個 放錢 那個盆裡面又放錢又放花 聚寶盆 可以 妳這很聰明耶 你還要放黃金啦 金條啦 因為其實桃花味 我們剛剛講嘛 如果看妳的目的 如果妳是要人原才的 妳反而可以放聚寶盆 如果妳是要招真的是 男女的 異性的 不管同性也好 異性也好 那妳都是放花 以此類推 老師那換水的時間有固定嗎 譬如說中午 下午 晚上 如果妳要很講究的話 通常就是桃花石 譬如說呢 指五毛有時 哇 這麼細喔 還有桃花石 很簡單 就是早上跟下午的 5點到7點 還有呢 中午跟晚上的 11點到1點 可以放晚 放晚 跟5到7 5到7 跟11到1 早上跟晚上 這是頭回席 在桃花時辰 來去做這個換水啊 或是換花啊 效果特別好 然後呢 尤其呢 月老的誕辰 桃花月 例如說春天嘛 農曆的2月 2月 還有那個指五 還有農曆的5月 還有農曆的8月 欸 快到了 對 11月 都是桃花月 然後桃花月的初一 十五 農曆的更好 對 所以呢 妳看喔 再以此類推喔 生肖如果屬牛 雞 蛇的話 就在南方 了解 所以妳看 這幾個方位呢 都是桃花月 然後對應在不同的生肖呢 妳可以去試試看 妳可以做的 妳可以做的 但是妳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 好嗎 那妳可以做的